这套房子的外观很漂亮 门牌号也很好 58 它是双主卧 里面也比较通透 2005年的房子 我是表嘴第一代的房子 位置也不错 从这里一直走 就可以走到Town Center 有一个小问题 门前这条路是社区相对比较车流密集的路 但是也还算好 独立别墅门前也有类似的路 好,我们进来看一下 从这个方向走 就是社区的其中一个泳池 也很方便 我在2015年的时候买的第一套房子 就在这个区域后面 一套独立屋 也是三房 好,我们进来看看这套房子 哈喽,大家好 我是河马菲,马亭 春假结束 我们继续对阿华二手房 做全面的拍摄 推荐给大家 一楼是地砖 红色的路户门 刚才看到的外墙也是红色的 很漂亮 当时05年流行的这种西班牙风格的拱形的 这种功能区划分的空间 但是这个房子呢 它也是大客厅的设计 餐厅里面是客厅 客厅是部分Living Room和Family Room的 它就是一个客厅带壁炉 然后餐厅的旁边就是 厨房 厨房对着前院 白色的橱柜也还行 这个岛台颜色虽然稍微过时了一些 但是它的材质用的非常好的 比现在人造的实音室会好很多 微波炉式的油烟机可以把它换掉 换成方态的油烟机 微波炉可以把它放在其他地方 放在桌上 好 它是有一个院子的 百叶门旁边是它的侧院 我们稍微看一下 侧面也还不错 也不小了 好 我们看看它的双主卧 这个房子最大特色 双主卧 这是一楼主卧 也是地砖 成功也还行 九尺左右 里面是浴缸 两个洗手池 对面有一帽间 里面还有一个淋浴房 一楼的主卧 二楼一楼的主卧 它是三房 三点五位 所有房间都是套房 并且双主卧 物性也不错 单价770 这个价格也不算贵 Wild Valley的连牌 之前有一套都卖到超过一千了 我们在Wild Valley代理的楼王 总价超过四百万 也顺利卖出 好 这是它的半位 依乐半位 然后这个空间是洗衣房 然后这边是它的车库 这个是它的储藏室 车库也在洗衣房里面 对 这是它的车库 好 这是一楼空间 一楼是大客厅 然后一楼有主卧 有侧院 还有洗衣房和半个卫生间 上二楼地毯可以换一下 这个地毯有点过落实 有点太久了 而且看上去比较脏 颜色也不好 可以换一下地毯 它只有楼梯这段地毯 楼上又是木地板 很多Wild Valley房都这样设计的 地毯可以换一下地板 好 上来之后 这边是一个小的一个学习空间 你可以放个学习桌在这边 对面是口红空间 楼上右手边有一个小的 有小的空间 好 左边还有两个房间 一个次卧套房 一个主卧套房 双主卧 好 这是一个次卧套房 都是木地板 然后里面是权位 可以看到邻居家的一个路户门 它是连排 好 再往里走是楼上的主卧 跟楼下主卧同样的位置 好 里面的也是有浴缸 双浴缸 两个洗手池 然后这也是有一帽间 这个一帽间比楼下还要大一些 都是木地板 卧套房间是地砖 也是有个淋浴房 好 这张房子很有特色 外观也很漂亮 总价单价都还不错 应该也不用加价 单价770 总价是165万 室内是2100多尺 好 有兴趣约河马经济看法 这是木地板里 可以走路到 唐森舍的一套连排别墅 刚刚上市没几天 谢谢大家